这本游记 母亲很喜欢这本书吗 是啊 这本游记 总是能让我想起 进宫以前的那些日子 这游记上的批注 就是你常说的 那位苏先生写的吗 是 读这批注文词 应该是位纪月清风 疏阔难尔 怎么听你说起来 这位苏先生 却是位心思深沉 精于谋算之人 苏先生是个多面人 有时候老毛深算到让我心寒 有时候却又觉得 他胸中自有求贺 绝非凡俗中人 怎么 母亲怎么会突然想到 问起他了 你胸怀大志 要为兄长和林氏 申冤血耻 要匡扶天下 整顿朝纲 我以你为傲 只可惜 我利若 对你并无太多注意 我当然希望 你身边能有位 诚信得利之人 可以服你共称 门 母亲此信 孩儿明白 这位苏先生 我看就很好 他舍弃了太子玉王那边的捷径 一心相助于你 可谓制成 你一向待人宽厚 我本没有什么好叮嘱的 只是觉得 像苏先生这样的人才 实在是难得 对于他 你要比对旁人 更加厚待几分才是 无论将来结果如何 切莫忘了 他从一开始 就扶住你的情分 母亲已经说过了 什么 母亲看过这本书不久 便问过我批住人的事 也曾叮嘱过儿臣 要善待苏先生 对他多加以重信赖 怎么惊人又重提起 是怕儿臣忘了 还是觉得这位苏先生 实在要紧 这人哪 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 你看 这说过的话 翻来覆去的还要再说上几遍 我真是老了 老了 儿臣说错了话 望母亲恕罪 好了 好了 你已经长大了 有了担当报复 我自然欣慰 外面的事我一概不管 你只要保重好你自己 一切平安就行了 知道了 我先要再帮你 变娘娘 什么事 娘娘 无鹰殿中传信过来 陛下已经起驾朝咱们宫里来了 请娘娘准备接驾 知道了 你来 我备了两盒点心 一盒给你 一盒给那位苏先生 算我细他集成相助你的辛劳 让母亲费心了 那儿臣先告退 改日再来请安 走吧 殿下 走吧 殿下 没有把书拿回来是什么意思 难道锦衣还不舍得还给我了 不 不是 那个 听王说啊 那本书被静妃娘娘借走了 小叔 别 别 别 你别着急啊 别着急 静妃娘娘就是 在宫里太无聊了 就拿本书打发打发 时间看一看 你不是说那两个字特别小吗 我觉得静妃娘娘 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 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 转了 但愿如你所愿 但愿如你所愿意的 spatial 相不仅 當愿如你所愿意的 法律公司 尊重兵好像是一种 在治国里是什么 好几天了 其中有什么玄妙吗 就是没看出什么玄妙 才琢磨了这么久 难道苏先生的批注有问题 这些批注 读了一遍又一遍 还摘抄了出来 分开组合重新来读 却什么名堂也没得出来 没什么问题 不是挺好的吗 也许吧 但如果真的只是一本 普通的邮寄 为何一向镇定 从容的苏先生会如此在意 为何连不好读书的盟智 也特意牵来讨要 特别是母亲 她邮局深宫二十多年 这本书里 到底有什么内容 能够如此牵动她的心血 让她一再提到这位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启禀殿下 娘娘又派人送来两个石盒 知道了 放到我卧坊里面去吧 是 娘娘 娘娘现在只要是送石鹤过来 竟然成了力行的双分了 你把这本书 送到蒙大统领府上去吧 是 殿下 殿下 怎么了 什么急事毛毛糟糟的 殿下 圣旨到 请殿下出去接旨 接旨也不用急成这样 我们靖王府没有接过旨吗 不是 传旨的是高公公 高公公 殿下 高公亲来传旨 想必是 皇妻子萧景颜 淳厚人孝 德礼兼备 克中英国 吕有素宫 特加封为靖亲王 赐五诸冠 钦此 德 儿臣谢父皇隆恩 多谢高公公 殿下 赤丰亲王乃是重恩哪 殿下临旨后 虚拟谢恩表 承交忠书院 礼部 已为殿下 准备好了新品灌服 明日殿下 必须穿戴新品灌服上朝 接受陛下所赐的 金印宝册 之后先到宗庙行礼 再去郑阳宫 见过皇后 最后才能回到芷罗宫 记住 这礼仪归成 切莫乱了次序 多谢高公公指点 宣 敬亲王 禁殿领印 来臣 参见父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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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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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谢父皇隆恩 新的格局开始了 不是吗 是你说要顺应圣意 不能刻意打压靖王的 结果呢 他就这么一步一步 不险山不漏水地 成了五株亲王 再加两株就能跟我并肩了 那苏某可要恭喜殿下了 景延被封了亲王 你还要恭喜我吗 金王被封了亲王 那就代表太子快被废了 殿下多年来的夙愿即将达成 难道不应该恭喜吗 皇上素来希望保持朝局平衡 当年太子被策立之后 皇上便同时扶植殿下上位 以确保朝堂两方并力 相互制衡 如今晋王上位 表明太子快要被放弃了 皇上想要创建新的平衡局面 不是吗 你的意思我明白 父皇的心思我也看得懂 但是我就是不能甘心 这么多年的辛苦 难道就只得到这么一个 一无所有的局面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 殿下已经把太子扳倒了 他现在身居东宫 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废与不废 只差一个理由和一纸诏书而已 可是我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 去斗倒太子 难道还要再花下一个十年 去斗倒晋王吗 我授封亲王以后 母亲在宫里的处境 也必然与往日不同了 想必皇后 你不用担心我 我在宫中二十多年 足以自保 默默无证 并非任人宰割 皇后娘娘会明白的 母亲聪慧 这一点我倒从未质疑过 记得你曾经说过 东宫被幽禁之时 蒙大统领受了高公公的人情 建议你收服他为己用 对 但是苏先生没有同意 他说高湛一向明哲保身 贸然收服颇有风险 再说 将来若是局势明朗 以高公公一贯的形势 就算不是我们的人 也是我们的人了 苏先生 还有第三层好意 你可明白 母亲的意思是 收服高公公固然有弊端 但其中的益处 也非旁人能比 他之所以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谋划 最大的原因 是要求你 还是体面你罢了 是啊 要收服高湛 必然会将母亲卷进来 这是我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能领会到苏先生的用意 我就安心了 是 殿下此言诧异 太子和晋王怎么会一样呢 太子是东宫储君 是有大义名分的 而晋王 虽被封五诛亲王 只因新宠才炙手可热 如今太子之位即将腾出 这对殿下来说 是一大胜果 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 将来若是皇上有什么不测 那皇位还是太子的 届时殿下再去争 那可就是谋逆了 希望确如先生所言吧 殿下慢走 依蜀下所见 豫王这次可能没那么好胡诺 如果他还没有警觉 就不是那个和东宫 争斗多年的豫王了 糊弄不住是迟早的事 那我们真的要早做准备了 谁知道豫王急了 会有什么疯狂之举呢 我这不是还有你和黎刚吗 宋主你这样一说 我觉得肩上的担子真是沉重 所以你们平时要对菲流好一点 知道他替你们分担了多少重担吗 对了 同路怎么还没来 慢点啊 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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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啊 我看看 我去选给大夫看看吧 不用了 请大夫又得花钱 我这就是牛了 用警使进一进就好了 只是今天 没有办法帮公母送糖水了 你别操心这些事了 我还是请个大夫看看吧 这要好得快些 你别怕花费 我们掌柜的 刚给我掌的工钱 你的工钱 也不能这么无端地花费了 你要好好攒钱 将来娶个媳妇才是正理 我 我没事了 我先回去了 好 你还是赶紧去送货吧 好 好 齐虹 你继续说 我倒要听听 这宫里还能嚼出什么舌头来 是 奴婢还听说 自打晋王加封以来 除了宫外传的那些话 现在宫里也在说 说是以前觉得没什么 但现在看来 晋王比起豫王殿下 其实不差什么 不差什么 这些人瞎了眼吗 这萧景颜 他拿什么跟景桓比 母后暂且息怒 先听他怎么说 传言说 晋王之所以默默无闻 并非他平庸 而是少于恩宠 细究下来 这些年晋王在外奔波 军功累累 连玉王殿下在内 所有的皇子加起来 都比不上 萧景颜本来就是个武人 谁没事跟他比军功 但还有人说 近一年他一直留在京中 陛下派了好多差事给他办 所以在政绩上也不差 至于出身 我们 年前 为了祭典和岳贵妃复位一事 殿下宁曾在朝堂发起论辩 其意是想表明 太子并不是皇后娘娘所出 与玉王殿下宁 并无敌数之别 出身相当 但现在被有心的人翻了出来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所有的皇子都是庶出 还说 还说 说什么 说是 晋妃在宫中越来越得宠 将来的位分说不定还要生 而殿下您虽是皇后娘娘所养 但是您的生母 临终前 她的位分 一直是个贫 并且陛下很少提到她 所以她的位分 是极为卑微的 不过就是个五诸亲王 还想翻天不成 竟非算什么东西 闷在宫里这么多年了 陛下哪只眼睛里有她 我倒不信了 论起争宠来 她能比得过当年的岳贵妃吗 都是那些小人们屈颜复事罢了 娘娘和殿下请息怒 好 好 既然现在变成靖王跟我斗了 咱们就斗吧 朝堂之上的事情 哪有那么简单 就凭靖王那点根基实力 本王想踩他 可不会想踩太子那般废机 小清炎 咱们走着瞧 各位都到了 快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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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招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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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排吧 不过朕倒是觉得今年冬天不冷 到了万间 手脚都是暖的 真没想到荆妃娘娘给陛下配的药玉 竟是这般神奇呀 高瞻 在 明日早朝后 赵豫王 中书令 还有后部尚书进监 是 还有晋王 遵旨 属下先行告退 对 明天要处理的事情真多 不知不觉天又黑了 殿下真是辛苦 你们不也辛苦吗 以前哪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可现在兄弟们心气可高了 不仅没人觉得累 个个人还比以前更有精神啊 湛英 你是府里第一个知道 我有夺敌之念的人 我想当时 你心里一定觉得我是疯了 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对吗 当时的情况确实不太可能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既然殿下也决定要做的事情 无论怎样 我都会跟作为左右的 我知道 所以我才会只告诉你一人 说句实话 那个时候 我自己心里也很茫然 没有信心 我还曾经特意去请教苏先生 问他 到底该怎么向身边的人 嫌怒出夺敌之念 才不会吓到他 苏先生怎么回答的 他说不用刻意去说 等时候到了 他们自然就知道 可是殿下 我觉得兄弟们 他们现在 现在 也许就是苏先生所说的 时候到了 我什么都没说 大家也有了默契 甚至是 就算我现在停下了脚 兄弟们也会推着我向前走 殿下这么一说 倒还真是 放在以前 兄弟们顶多抱怨抱怨 均想为苛口 冬天发的棉衣太薄了 可现在兄弟们讨论的都是 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兵马集结制度 如何在地方推行新马争的实施 这跟以前真是太不一样了 可是殿下 兄弟们 我知道 就算我在朝堂上永远不得失 你们这些 曾经跟着我厮杀往来的旧部 也会不离不弃 殿下明白就好 殿下 护部尚书沈大人求见 是对 这么晚了 他来干什么 沈大人素页前来 是有什么急事吗 双将之后 各地上乘统计秋收的年表 昨日陆续到集 今日惠总递交了内阁 这是我摘抄的 殿下请看 这五个州 春夏时已经偏旱 入秋又遭了蝗灾 我根据各州的人口和灾情 大致估算出 户部需要拨付的赈灾银两 今日已经递交给陛下了 那看来沈大人 对赈灾事宜已有章场 那来找我是 以前亦有赈灾事宜 陛下指派的主事之人 不是豫王就是太子 他们把这个差事 扔到手之后 就当成一块肥肉 大家切成块来分 可这五州百姓的命 也是命啊 如果按照以往 他们和各地官员的惯例行事 这批赈灾银两 十分钟能有三分 落入灾民手中 就已经算不错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恶瓢遍野 鸡民自散 甚至有暴乱之患 真有这么严重 是什么 你说你干吗 你干吗 是凯文二十年 太子逐利列州雪灾后的局面 这是承平三年 豫王负责秦南巴州旱灾后 寻谱写来的折子 这折子还没有递到中书省 写折子的人就死了 这是承平七年 好了 沈大人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静王殿下 我希望这次赈灾的主事之责 您无论如何都要去争一下 如果这差事再落入欲望之手 解释局面失控 他拿一顶暴民的帽子 就可以蒙骗住陛下 到时候难道殿下您 您能够提枪上马 去铲除这些暴民吗 这不是政权 不是夺利 这是社稷之本庙堂之责呀 维京之境 只有依靠殿下了 沈大人请请 沈大人之心 勇忙佩服 我答应沈大人 明日在陛下面前 一定全力相征 沈卿 你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今年的灾情 虽然没有成平七年那么重 但是呢 也要立即 办排各项赈灾事宜 请父皇不必忧急 近年来国事平稳 没有大宗的米号 国库的底子还算可以 沈大人对于英波府的银两 也没有意义 那么接下来只是派官员 到各籍州府 开始赈灾事宜了 这些事物儿臣素有经验 并无疑难之处 请父皇放心 你确实不是第一次 为朕分忧了 朕知道你素有班底 当不会临时手忙搅乱 父皇 景言 你有什么想法 儿臣自父皇恩准 结伴时务以来 自觉敬意良多 赈灾之事责任重大 主事之人 虽不必势必恭亲 但至少应该前往灾区 亲自勘察实情 这次由伍州之地受灾 范围极广 又颇有些苦寒之地 豫王兄的贵体 又如何能经受得住 如此的风霜煎熬 倒是儿臣 常年住于沙场 一向衰打惯了 筋骨粗糙 所以 还望父皇恩准 这次赈灾之事 就由儿臣 为父皇分忧吧 说得也是 父皇 景颜虽是好心 但请恕儿臣不能领寿 为君分担 为民办事 哪还怕得什么辛苦 不是儿臣信不过景颜 他毕竟资历尚浅 这赈灾安民之事 不是出门打仗 有把子力气就行 五州之地灾民遍野 全都巴望着朝廷的恩典 恐怕不适合 交给景颜来练手吧 赈灾之事我虽未轻微 但多少知道些章程 既然豫王兄经验丰富 想必也不令辞教 深了不说 想请问王兄 这赈灾的银子波幅下去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才算灾情平复 灾民有了钱银粮草 可以度日 灾情自然平复 儿臣以为 主事之人心中应有全局 须统于上下整合资源 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死人 不起暴乱 平安过冬 来年春耕不荒 做不到以上任何一点 灾情就不算平复 景颜的这个说法 还有些远见 看来你是用了心思了 敬王殿下学习政务 上手极快 这一点颇让老臣佩服啊 这些话说着简单 只怕做起来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景颜 你现在有人说吗 你知道地方上下 是如何运作的吗 上次你推行新马政 还都是你拿手之事 结果呢 还不都是波折百出 这些地方官员 可不是你做的 要跟他们打好交道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推行新马政不顺 那是因为兵部制肘 而且最终 新政不也顺利完成了吗 此次震灾 我相信护部 一定会将一应戏武 全都安排妥当 那是自然 护部择无旁贷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兵部身上 这可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呀 景颜 推一万步说吧 就算新马政推行不顺 是兵部制肘 你敢肯定这次就没人制肘吗 你年轻无威望 有人不服是正常的 如何收服各方 如何化解阻碍和兼制 如何平衡官场人脉 这不都是你该学的吗 既然柳大人说你上手很快 我想也许过不了个一年半 才你都能学会 只可惜现在灾情紧急 恐怕容不得你慢慢学吧 豫王兄刚才说的 平衡官场收服各方 不仅这次我不会学 以后我也不会学 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 赈灾也有赈灾的章程 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 这绝非是朝廷和官场应有的风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父皇在位朝政清明 你却说官场风气不好 靖年 你现在还只是亲王 就急着想替父皇清理官场了吗 豫王兄又何必故意去解我的意思 我是说 好了 冤无故的怎么吵起来 都不会说你中厅的话吗 父皇 不是儿臣惹您不高兴 实在是景年说话带刺 以前在父皇面前他便是这样 老臣还以为他这一两年改好了呢 老东西 真的儿子们不贴心 你倒是开心看笑话 陛下 殿下 殿下们不是不贴心 而是更贴心才对呀 老臣倒觉得 靖王殿下这个脾气好 有什么全都说出来 从来不打肚皮官司 即便是说得不对 陛下 您还可以教导他们不是 祝你心最宽 陛下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那两个儿子更闹腾啊 陛下 可是您看我 整天还不是乐呵呵的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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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也是 什么大不了的呢 值得这般兄弟相争吗 既然你们都有一位朕分忧 这朕灾一事吗 父皇 朕灾一事刻不容缓 既然父皇尚未决断 户部的银子应该也拨不下来 儿臣想着灾民苦楚 心中实在不忍 不妨这样 儿臣先削减府中的用度 先拨个三万两银子出来应急 待父皇决断之后 户部再行跟上不迟 靖怀 你是要 从自己的私库中出吗 儿臣身上一丝一缕 皆是父皇所赐 哪儿还有什么私库 不都是父皇平日里赏的吗 普天之下 既是父皇子民 岂能不同目黄恩 儿臣已经想好了 将父皇平日的恩赐都背下 一旦什么地方短缺了 立刻补上 绝对不能因为银粮持 而有损父皇胜德 父皇 儘管能有此心 真是难得呀 想起以前 你督办的数次赈灾 都没有让朕操过心 怎然又暴民贪恩闹事 最后也都平定了 靖怀 这次灾情紧急 还是你去 陛下 儿臣领旨 赈灾本是朝廷之责 也没有让豫王私库填补的道理 沈青 你奏折中承报的 户部锁波银两钟 减出三万 其余的分批出库 全部由豫王处置 不得一物灾情 陛下 好了 朕也累了 退下吧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